1981年,排名第一的开过上将萧克回到了自己的故乡湖南。 自当年离家参加革命,萧克上将已经与故乡阔别50余年。 在时任郕州地委书记雄青泉的陪同之下,萧将军回到了自己的故居。 再度回到家乡,看着早已勿视人非的家乡景色,萧克上降不游地开始追忆往昔。 在观看故居的过程中,萧将军忽然向旁边的工作人员发问,知不知道自己的发小销量如今在哪。 没想到工作人员却给出了一个令萧将军错愕不已的答案,萧亮31年前便已经遭到了处决。 萧克将军与自己的发小之间有着怎样的故事? 他的发小又为何会被处决呢? 请各位观众朋友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支持,一起走进萧克将军回乡的故事。 萧克1907年出生于湖南家河的书乡门地之中,虽然萧家时代读书, 但其家中却并没有外人想象当中的那么富裕,反而是十分清平。 在幼年时期,萧克在家人的带动下进入私塾,学习传统经典。 这些传统文化虽然其中包含又一些封建思想,但其中也有爱国理念。 相比于那些教授他人遵循传统道德的理论,萧克对爱国思想更感兴趣。 萧克年纪的他便立志要为国家而奋斗,随后,他按部就班地完成了高小等相关学业。 因为家庭贫困,学习成绩优异的萧克只能去读简习师范学院。 而与他从小一起长大的萧亮,却因为家境较好前往正法学校就读。 这位萧亮与萧克同出一族,按照当地的宗族关系来看,萧亮是萧克同族的叔父。 但二人之间从小一起长大,相互之间已平辈论处。 萧亮家家境优越,家中掌控木材等相关产业,远比萧克家境殷实许多。 但出身富户的萧亮却没有因此对好友萧克有任何看法,始终都与其保持着亲密的联系。 二人因学业分开之后,相互之间的来往虽然很少, 但心中却依旧挂念着对方。 萧克在师范学院的学习中收到了革命思想的影响,希望能够为中国革命增添一份微薄之力。 在师范毕业之后,他便立即南下广州,投入国民革命军中。 南下之后,考入了国民政府治下的一处宪兵教练所。 这所学校虽然并不出名,但其实黄浦军校的前身之一同样具有培育革命军军事干部的职能。 在军校毕业之后,萧克便加入部队之中,开始随部队征战四方。 1927年,萧克被分配到夜挺部队担任连队指导员。 在夜挺的带领下,二十余岁的萧克开始学习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战员。 与此同时,萧克在夜挺部队之中也感受到了浓浓的马克思主义思想。 在夜挺部队中的共产党员帮助下,本就思想进步的萧克很快成为了共产主义思想的信仰者。 1927年5月,在夜挺部队之中的萧克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党员干部。 在萧克成为党员后不久,夜挺率部参与了南昌起义。 萧克作为部队基层指战员,在南昌起义中身先士卒,奋勇杀敌,成为了夜部中的翘楚。 后来南昌义军南下,夜挺所部决定回到广东。 但因为敌人的力量过于强大,夜部遭遇惨败,大部分人或是牺牲或是遭到俘虏。 萧克也在战斗中被俘,遭到国民党的关押。 因为敌人并不知道萧克的真实身份,因此他在不久之后又被释放而出。 可失去大军踪迹的萧克,不知道去哪里寻找党组织,恢复自己的组织关系,只能先回到家乡。 回乡之后,萧克与发小萧亮相见。 二人多年未见,初一见面便展开一番长谈。 在谈论之中,萧克得知发小萧亮竟然也有心共产,心中万分喜悦。 他拜托萧亮帮助自己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恢复自己的身份,继续为革命所奋斗。 萧亮作为好友,自然满口答应了对方的请求。 在萧亮的帮助之下,湖南林无党支部的负责人与萧克相见。 在仔细查阅萧克的履历之后,最终认定了其共产党员的身份。 在恢复身份没多久,萧克便得知了组织即将发动向南起义的事情。 早已希望继续为革命事业做贡献的他,当即便加入起义队伍之中,随着他们前往了井冈山地区。 而他的好友萧亮却依旧坚守在故乡当地,与萧克就此分别。 谁也未曾想到,从此之后曾经亲如兄弟的二人会就此分别,再也不见。 萧克与发小萧亮一同怀有革命信念,在马列主义的指引下成为共产党员。 随着萧克的离去,二人就此天各一方。 此后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导致萧亮遭到处决? 江南起义的队伍很快与北上井冈山的朱、陈南昌残兵会合展开与毛主席的会师。 这场会师造就了以后叱咤风云的红四军造就了红军的一带传奇。 但同时,因为江南起义部队的远离萧克家乡等地迎来了国民党军的疯狂报复。 在这些红军主力撤出的地区,国民党开始大肆倾剿,希望能够找到任何有关共产党员的蛛丝马迹。 在巨大的压力之下,一部分人选择了享受荣华富贵。 而与此同时,大量的党员同志情报遭到泄露,许多共产党员遭到逮捕。 肖亮虽然此前也忠于革命,但在家人的不断劝说和敌人的威逼之下,最终选择妥协。 在成为国民党手下的走狗之后,肖亮这位本就革命意志不坚的青年,展现出了他的小人特性。 为了能够在国民党内越爬越高,向国民党展现自己的忠心。 他开始大肆欺压当地的普通百姓,通过联合国民党的武装势力,对当地百姓进行残酷统治。 在国民党金钱利益的不断挑动之下,肖亮成为了著名的反共分子。 在被国民党任命为当地的乡长之后,他开始对当地党组织和临近的根据地进行大力清剿。 他们不仅大肆屠杀无辜的百姓,甚至对有我党活动迹象的地区进行无差别攻击。 肖亮更是口出狂言,要将共产党的根据地变成无人区。 随着解放战争的临近,许多曾经与我党有过争端的地主势力, 都选择主动投降。 但肖亮却纠集当地顽抗的地主和国民党武装势力, 坚持与我军进行抗争。 解放军部队来到湖南领舞之后, 对这位国民党乡长也是十分头疼。 为了瓦解肖亮的顽抗组织, 当地的解放军工作队决定对其进行秘密抓捕。 可当解放军部队包围肖亮的住处之后, 最终却只在他的房中找打了11把枪支, 没有发现他的踪迹。 原来这位作恶多端的乡长提前得到了相关消息, 在解放军战事还没有完成包围之前, 就已经趁机逃走了。 为了报复前来围剿自己的解放军部队, 肖亮与当地的国民党残兵会合, 组织了一支300余人的武装部队 回到解放军工作队驻扎的村庄。 他们本来是希望能够通过人数的优势, 对解放军部队展开袭击。 但因为工作队正好外出, 没能抓住机会, 他们便只能改换目标对村中的百姓下手。 肖亮在300余人的保护下, 对村子里的百姓进行了死亡威胁。 稍有反抗者便会受到肖亮等人的无辜殴打。 在国民党武装的残暴行为之下, 不少村民惨遭毒手, 成为了无辜冤魂。 在泄分一番之后, 肖亮便拉着队伍藏到深山之中, 决定与解放军部队打游击。 对于游击战争, 解放军部队可谓十分熟悉, 但由于担心这些国民党残兵 对老百姓造成伤害, 因此抵御起来也是颇为吃力。 为了瓦解这支部队, 解放军曾经金星国多喜抓捕。 在1950年的某次抓捕行动中, 该支部队的大部分头目都被逮捕, 唯有肖亮再次逃脱。 肖亮自知, 已经无法在湖南立足, 便决定逃至广东。 谁知在经过宜璋地区时遭到抓获, 被送回林武县。 林武县的解放军队伍 和当地百姓对肖亮恨之入骨, 很快便依法公审将其处决。 当肖克将军于1981年回到故乡时, 这才得知了肖亮之事。 肖克将军听完, 心中一阵感慨, 口中喃喃自语,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 肖克将军发小肖亮在利面前, 选择站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一边, 同共产主义成为死敌。 相比于走上其路的好友, 肖克将军是怎样坚持共产主义信念, 选择为革命奉献一生的呢? 在随朱老总、陈毅踏上井冈山之后, 肖克上将便不曾改变自己的革命理想。 在红四军转战闽西的过程中, 已经在红军部队中展露头角的肖克, 担任了红四军纵队参谋长的职务。 在红军攻打宁都的战役之中, 肖克率军组成赶死队, 率先登上了宁都城头。 1930年, 肖克升任为四军新组建的三宗司令, 率步向江西方向发展。 虽然彼时的肖克顶着纵队司令的名头, 但因为三宗是新建部队, 其手中能投入战斗士兵数量十分稀少。 但在肖克的不断努力之下, 三宗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通过整顿部队, 加强训练等方式, 三宗的战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很快便成为了四军的主力部队。 1931年后, 红军部队得到快速扩大, 肖克调任一方面军独武师师长。 在就任师长之后, 肖克多次率军配合一方面军主力, 参与到反围剿作战之中。 国民党的数次围剿行动, 正是在一方面军和独武师等部队的配合之下, 被彻底粉碎。 1934年, 肖克率部队与国民党军展开正面作战, 一举击溃国民党军数个旅团的围攻, 活捉了国民党的旅长。 此战之后, 中央军委亲自嘉奖了肖克及其部队, 颁发给他一枚红星奖章。 1934年, 红军主力展开长征。 肖克被任命为六军团军团长, 率部提前西征, 为红军主力部队的转移打开通道。 作为红军主力部队的开路先锋, 六军团的战斗压力十分艰巨。 但在肖克的带领之下, 六军团在国民党军40个团的追击之下顺利逃生, 并为后方的红军主力打开了合理的转移道路。 六军团在转进江西之后, 便与贺老总的二军团会合在江西。 湖南边界地区开辟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 在国民党大军压境之时, 肖克与贺老总一起组建出二方面军, 率军展开长征。 在长征途中, 肖克率军在将军山战役中阻击敌军, 在阵地之上坚守七个昼夜, 为主力部队的转移做出了重要保障。 1936年, 二方面军顺利主力红军部队会师, 抵达延安。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肖克作为红军军团级干部, 被任命为120师傅师长, 继续与贺老总合作。 二人率军出击山西, 在山西北部的抗日前线建立了近西北根据地。 在山西地区的革命形势稳定之后, 他又接受组织命令, 继续向北发展。 1939年, 肖克就任继热辽挺进军司令职务, 负责为我军队在北部地区开辟革命根据地。 虽然敌人在河北等地的兵力强大, 任务十分艰巨, 但肖克还是克服了重重困难, 成功在当地扎下根来。 继热辽挺进军不仅顺利在当地落户, 还多次逼退日伟部队的进攻, 开辟了大片的革命根据地。 1942年, 肖克调任晋察济军区, 成为聂帅的副手。 在晋察济地区, 他充分发挥当地的特殊地理条件, 创造出了地道战等特殊作战形式。 解放战争时期, 从延安重回华北的肖克, 开办了华北军政大学, 开始培养我党军事骨干。 在东野南下作战, 被改编为第四野战军后, 他又就任四野参谋长职务。 在这段时间, 他先后组织参与了渡江战役、 中南作战和解放海南岛等经典战役。 除此之外, 他还极力促成了诸多国民党爱国将领的起义行动, 为新中国的和平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建国之后, 他先后就任军委训练部、 总监部等部门领导职务。 通过对部队后勤管理和思想水平的提升, 为新中国建立一支强悍无畏的解放军部队。 虽然后来因为遭受错误批判, 萧克失去了群友的官职, 被下放到了江西的农场之中。 但他对于我党我军依旧保持着热爱之心, 不曾有过放弃。 1972年, 他重新回到了工作岗位, 继续在军政教育领域为新中国发光发热。 2008年10月, 102岁的萧克上将于北京病逝。 nings和理想法需要任何将做到 conos Neighbor Work B 而第一次进行为夏天曲扁厌啊, 我们明明才不会개� listeners按赞 订阅 � ride Is On El sugg worked with Disney , 我们明晚来 stocksятельschaft予温的日子加领未来、